天花板坍塌 各式各样球类散落一地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一间体育场 原本该是居民放松的活动空间 现在却遭到炸弹袭击 面目全非 就连民宅顶楼也出现巨型卫爆弹 让警销人员只能小心翼翼拆除 乌俄战争开打满四个月 目前双方持续争夺乌冬两大臣 只是经历好几个星期双方激烈缠斗 现在传出乌军最后防线也失守了 乌克兰军队宣布从北对内刺客撤退 因为这个城市九成遭到破坏 再坚持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应该要找其他更坚固的地方当据点 而双子城利息昌斯克现在也很危险 利息昌斯克是乌军 2014年内战爆发后 经营到现在的据点 目前市区还有大约一万多名 平民还没撤离 因此能不能守住相当关键 但如果俄军真的抢下顿巴斯地区 外界也预测南部海港城市奥德萨 恐怕成为下一阶段目标 TVS新闻综合报道